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宅男闯进小人国 被当成苦力 最后找到幸福的电影 小胖是一名典型的宅男 兼单身狗 在家报社公司里瞎混了十余年 勉强当上了一个小官吏 虽说他是个肥宅 但他也有暗恋的对象 就是同事小美 但喜欢却又不敢说出来 就像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一样 这天晚上 小胖本想鼓起勇气 向小美告白 可来到他面前 又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假装是过来 借一个旅游文章的任务 拿回家后 小胖根本写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还是在网上 炒了一篇关于旅游的文章 第二天给小美看到后 非常欣赏她的才华 于是小美便安排小胖 去当地考察 爱恋对象交了任务 小胖当然是不能拒绝 就这样 小胖独自一人坐上飞机 开着船赶往目的地 在一个平静的海面上 小胖睡着了 船也丢失了订阅信号 等小胖醒来时 船已经开到了一片 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这时风云急转 海上掀起了巨浪 小胖乘坐的船 瞬间被海水淹没 果然大自然的力量 是非常巨大的 而小胖并没有被淹死 醒来后发现自己 已身处沙滩上 而且自己还被五花大绑 站在旁边的 竟然是一群蚂蚁大小的小人 一个自称是爱德华的军官说 这里是小人国 我们认为你是敌方 莫莱夫人派来的卧底 把你捉起来 献给西奥多陛下 当然 小胖听到这些是很荒唐的 还以为是在做梦 他拼命的挣脱站了起来 但最后还是被小人军队放到 晕了过去 随后 小胖被拉进了皇宫里 大家都把小胖 当怪物一样参观 在皇宫里 小胖看见了 小人国的国王与公主 直到现在 小胖还是不敢相信 眼前的事实 以为这一切都是假的 后来 小胖被关进了一个山洞里 在山洞里 小胖认识了一个摔小伙 摔小伙之所以被关在这里 是因为他向公主施爱 而捉他的正是公主的未婚夫 爱德华将军 到了第二天 小胖就被小人国赶去做苦力 帮助他们离地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养 与此同时 小人国的对敌 布莱夫人 偷偷前进了城里 还在皇宫放了一把火 用吊虎离山计 把公主给劫持了 看到小人国有难 小胖二话不说 冲进皇宫 把公主救了下来 而这时大会已经不受控制 小人国国王也被困在里面 小胖情急之下 向熊熊大火的房子 撒了一泡尿 这种窒息的操作 让小人国的人都看呆了 救了国王 小胖也就成了小人国的英雄 国王为了感谢小胖 还给他盖了一座大房子 并且可以暂时住在小人国 直到找到回去的传绿址 在这里 小胖与帅小伙 成了好朋友 小胖还帮助他与公主告白 毕竟两人还是相爱的 但爱德华却不乐意了 把小胖视为眼中钉 爱德华还偷偷把小人国的海上防御系统关闭了 布莱福人也借此机会 攻打了进来 小胖作为小人国里面的英雄 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 他脱掉衣服 下到海里 与布莱福人战斗 敌人的攻击对小胖起不了什么作用 最后 小胖直接把敌人的船只拉了过来 献给夏尔都国王 小胖这次不仅仅挽救了国王 还挽救了整个小人国 得到了国王的赏识 当然 爱德华心里也更加不平衡了 晚上与公主示爱又被拒绝 这彻底折怒了他 造反投靠了布莱福人 还发明了一个机器人对付小胖 但毕竟小胖是肉体 面对一个一样大的机器人 还是有所畏惧的 一个回合小胖军人输了 就这样 爱德华与布莱福人占领了小人国 还把小胖五花大绑的送到军人岛 小胖来到这之后 又让一个军人萝莉给抓住了 而小胖在小萝莉面前 就是一个小人物 还被小萝莉当成玩偶 关在小房间里 与此同时 小美得知小胖久久不回 野座船来到了小人国 同样被爱德华捉了起来 帅小伙看到后 立马前去巨人岛 告诉了小胖 听到自己爱恋的女神 冒死来找他 小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 小胖跟着帅小伙 回到了小人国 找到爱德华单挑 但爱德华又改良了他的机器人 手臂放出电 把小胖垫得不要不要的 看见小胖站了下风 帅小伙 偷偷溜进了机器人的内部 拔掉了电源 小胖也借此机会 打倒了机器人 让机器人直接报废掉 影片的结尾 因为帅小伙的英勇表现 赢得了公主的芳心 得到了国王的认可 而小胖的英雄旧小美 也让他们的感情加深一层 最后还化解了小人国 与布莱夫人的恩怨 两国之间和睦共处 故事也到此结束 看完电影 您一生中 有没有暗恋过某个女孩呢 如果有 那您是怎么告白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 喜欢视频 记得关注我